他作为一个调酒师 我随身带一把锯子在身上 也不是很稀奇的一件事 让他把锤子也很合理的 嗨大家好 这里是酒品就出发 我们现在来到了荷兰海牙 这里是北海酒社 是我们朋友开的一家店 这里超特别的地方是在于 山东菜和鸡尾酒馆结合到了一起 对 那我为什么来这呢 主要的原因是 在狗狗地 狗狗地活不下去了 搞狗狗狗就活不下去了 我们来看看鸡尾酒能不能 就是是我下一个职业规划 然后今天呢 看看老板能不能在一天的时间内 把我培养成一个出色的调酒师 如果我可以的话 我就留在这工作了 如果不行的话 我可能还要跟牛两个 会去普本地 搞我的葡萄酒 搞得好像 好了 那我们今天先进去看一下吧 探一探 尝一尝 品一品 好 好 我见到了我的老朋友也是这家店的 李九条 李九条特日记小红书B站账号打在这里 然后他现在开了这家山东风的机会酒馆 我们想问你问他为什么会决定在海牙 这样一个华人文化并不是很强势的地方 开了做出了一个这么大大的决定 其实当时就是觉得想做一个小学馆 但是没有说是其他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再后来装修好了 然后我们慢慢把自己的理念发展向外扣张的时候发现 其实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发展这些优势就是要做酒 搭配酒然后做一个夜生活 主菜夜生活鸡尾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 来看一看酒吧 这一大面墙 这当时的一个搭配思路可能你看这个抽铁 中药铺 对是想有一点点这个中药铺的感觉 那上面这个牌匾是你们的slogan吗 思乌鞋 这句话源自于哪里 子约1300一眼以臂之约思乌鞋 对吧 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这个诗经 这里面那么多东西思乡很纯粹 真他妈的好 所以这个店的概念就是真他妈的好 真他妈的好 是的 可能和东方这个哲学有种异曲通工这种感觉 我不想跟你 我可以跟你讲很多 但是我需要你自己也去感受到我们的产品的一个热情在里面 你喝了一口以后或者吃了一口以后觉得不一样 还不错 能感觉到我们的用心 好的 对是这种感觉 大家一起看一看就是一个酒吧 酒吧的操作台 好 好 Let's go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台 然后这是我们的speed rail 就是我们调酒的时候呢 调食是站在这个位置 水 然后 shaker 然后我们的speed rail所有的酒要用到的都在这 包括柠檬汁啊 糖浆啊 都会在这 还有一些pre batch 然后我们拿盔子过来 然后在这块腰 然后放到这儿 突然会给上了 是这样 整个流程来说的话 这就是一个专业的TVG98的一个setup Efficiency的话是够用的 他给了我一个围裙 然后呢 你不会穿 我现在去到最外困难 我只要把它连到一起 笨手笨脚 能要吗 这个人要不了 不会怎么办 同学一场 来 不好好学习把你拉回去卖葡萄酒去了 不要 可以吗 可以 有点剪 开心 我这样子 这把切片 好 来 算是基本功吧 嗯 那个button的基本素养 好 这切片基本原理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像把底下这个带气泡的地方给切掉 然后就留上面透明的地方 然后把它切成你想要的一个形状就好了 OK 然后锯子 这是日本的乔麦面刀 哦 一定要用这个香蕉锤子 然后这是专门切冰的刀 这只是一面的 OK 做冰刀 OK 然后 先锯它是吧 先锯它 对你看 有两种方式把这块去的 一个是拿这个直接给凿开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锯 我跟个人更偏向于锯 然后 对 基本上是沿着这个盐 看 Bartender 101 好 这个刀凿它是吗 不是凿它 不是凿它 然后这一步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这一块都被切了嘛 嗯 然后我先给你比划一下 然后你来砸 好 放在这一块 嗯 然后 把它砸 OK 我们来吧 放平 一定要放平 然后轻点一点也砸 砸这块是吧 对对对 中间 大概是这个样子 你看 你看 目前这块也不能说是很清澈 嗯 但是这块 就大概率是可以用的 我们可以把它切成长条形 然后我们来做嗨爆 OK 一样的道理 先搁在敲 然后在最后拿这个东西 切它的形状 好 那现在把它分成三等寸 按照我师傅教我的 锤子 它挺简单的 然后呢就拿这个平的这一面 把它给修平 好 把它修平 诶是这边吧 对 你小心点啊 小心点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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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直接上下 上下 直接做好 你手 你的手要使劲 不要不要 不要使劲 这样 对 然后其实把这一块 就是不透明的那块 多切 感觉刮下来的冰渣 可以吃刹冰的感觉 刮冰 红豆 约涛 走走走 约涛 我这个过程真的好疗愈啊 我等会也想试试 你等一会儿 那我真的 我们需要把你送去医院 带你疗愈 把tender101的预备课 还算OK啦 对吧 大概配合50分 对 这样的话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调酒的部分了 好的 现在 我教你做一款鸡尾酒矿墨 就是做鸡尾酒矿墨 就是这个技法 上人的那一层 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就是说 手工prep cocktail 经常会出现那种黄线 它是用氮气把它打成一个末的形状 然后打在一个鸡尾酒上面 所以它会给这个鸡尾酒另一种这个风味的体验 好 相当于一口喝了两种鸡尾酒 好 对吧 搭配起来非常舒服 这话来说的话我们 所有的风味都可以做 辣的 咸的 甜的都可以做 我们今天呢就是因为水果这些原材料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做这种火味比较重的 那个其实甜气也蛮大的 我给超哥讲的搭配思路 然后他自己呢选这些水果 然后搭配一些烈酒和利托酒 然后看看最终最终做出来是什么样子 我根据他自己来的 你可以往里加什么都行 辣椒酱甚至也可以加 你可以也可以加一些咖啡啊茶都可以加 好的 只要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口味 OK 好 做一个夏日的然后比较爆炸的 清凉又爆炸 那我要选的话我会选 橙子 cranberry 分 再点桃子吧 再一点 4个原材料 桃子 橙子 cranberry 和柠檬 果然还是我们超超一贯的妖言见获的 就他了 李九条师傅呢已经把大概的比例告诉了 其他的让我自由发挥 那主要呢占据主导风味的就是两个果击 一个橙子一个桃子 我想让桃子 橙子味更浓一点 然后加一点银翼的桃子味 那现在就加东西 加桃子 然后我要搅他吗 不搅 OK 好一口觉得不错 好一口觉得不错 然后错试没有 起了一遍 真好喝 我甜的很像香水 我就 这种弹幕上去是等我有钱了 我一定能买一个能闻到味道的手机 是吧 味道变得诡异了起来 再加点 不得加 苦筋 这个是西柚的苦筋 这东西加进去应该就是影响的很大 就是有点那个什么 和面 水多了 加面 面多了 加水 对味了 对味了 好现在到了最素打的地步 步骤 就是分离蛋鸡蛋和蛋清 现在是在分离蛋清 现在是在分离蛋清 哎哎哎哎 流出去了 就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然后 细蛋先打进去了以后 千万不要疯狂的搅拌 嗯 所以它会里面有很多的空气在里面 然后你那个蛋吸打进去了以后 它中间的空气就会非常非常大 OK 这都是选的要求没有 呃 先先加这个 吉利丁片 先加吉利丁片 好 然后简单的脚慢慢慢慢脚 把它所有通通脚圆就可以了 够够 gentle吗 先 gentle 这啥就牙签找到一棒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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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吗师傅 好了 老师傅总是看不下去 哈哈哈 想帮你做 哈哈哈 这个东西 一氧化上蛋 一氧化上蛋 不奶油用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吸了 为什么要吸它呢 哎呀 哎呀 他不知道啊 他就自己 他自己跑进我的废列的 哈哈哈 呃 弄之前的稍微 简单的 我们运进一下 简简单的 千万不要太吃醉了 好 来 引进去 引到这儿 搭起来摇 对 然后你感觉它里面的那个 是什么样的 液体是成样的状态 液体 液体会越来越厚 越来越厚 我听 啊 啊 我懂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看 它的效果 目前是怎么样 见证奇迹的时刻 它好像这样 哎呀 这个效果非常棒 非常棒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我再打一杯 正行的这些泡沫 就是像这样很坚挺 然后它很绵密 我要退休了 抽到的零九条 就认可 我弄了 来 你们两个尝一下 哦 真行啊 嗯 嗯 那种 酸酸甜甜的浩子味 哈哈哈哈哈哈 对 对 对我很喜欢它里面有点那种苦苦的 像柠檬皮一样的感觉 第一次做一个就这样 还是你知道的好 还是你知道的好 可以啊 很过关啊 就是什么 真的 我打九十九份啊 哇真的 可以打九十九份 可以是不是可以放到店里卖了 我打九十九份啊 我打九十九份啊 是我想象的那种骚 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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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这个是李九条特制的一个酒泡,然后刚刚说好了,就是因为曹操做了一款非常妖娆的酒泡呢,然后吸发了我们李师傅的圣布玉,所以他立即要做一个 更少,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其实我已经能感触到那种味道了,因为我从在这边闻,我都已经能闻到它那个方向的气氛了,有一种小时候吃的那个泡泡糖的味道,对,大大泡泡糖的那种感觉,两种都非常的有阿姆斯特丹夫,OK,那这两款泡沫都非常的不错喝,那接下来正经的东西来了,我们要进行 调酒的系列,然后看看曹操到底可不可以胜任调酒系列的角色呢,那我们拭目一弹 我觉得那是我喝过人生最恐怖的东西,真的,我宁愿喝老太太洗澡水,我都不喝那个东西